我就是个冤种 我送了200分子钱 后悔了五年 哎呀你好无聊 送都送出去 你还后悔五年 200块钱值得你后悔五年吗 同学我跟你讲啊 后悔自责内疚 都是负能量 不要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 他已经打翻了 你的人生值得更好的未来 你已经给了嘛 以后不要给了嘛 那种凑分子的事 跟你不熟的 跟你见了一面 结婚就跟你发情点的 可以不去 好吧 我就可以这样拒绝 为什么要去呢 就是不去 我跟你不熟 当然你的好朋友啊 特别熟的呀 高中同学那肯定要去 对吧 你看张老师在全网获得了 还是比较多的关注 后来呢 我这段时间 有点时间回成都休息 十多年前的同事约我啊 然后呢 说要跟我见一面 我也去了呀 我的很多的朋友都说 见你我们还有点坎坷 不知道你是不是 红了之后 就特别傲娇 我说我没红之前也傲娇 对吧 真的还是没有变 所以你看 十年前我对我朋友是这样 十年之后 对朋友还是那样 我没有任何变化 所以很多人说 张老师你有什么变化 我觉得就是年龄变大了 皮肤变皱了 智慧变多了 但是对待十年前同事的情谊 没有任何的变化 所以很开心 所以我觉得 人生就是这样 活得简单一点 活得纯粹一点 就是真实的活着 是人生最低成本的活法 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 真实的人 简单的人 纯粹的